高山流水 传说 春秋时著名的音乐家余伯雅是楚国人 在晋国做官 有一次他从晋国回楚国看家 那间正值中秋节的晚上 余伯雅坐的船停泊在汉阳江口 他一边观赏月色 一边起出摇晴轻轻盘奏 忽然 余伯雅发现 有人在偷偷地赞赏他的琴声 明月江水思乡心气 他立刻叫船夫去寻找 不一会儿 船夫带来了一个青年侨夫 余伯雅问 你听得懂吗 侨夫点点头 那好 现在我来弹琴 你试着听听我想的是什么 怎么样 于是 余伯雅一边心里想着大山的雄伟壮丽 一边弹奏起来 余伯雅又面对着大江弹奏起来 曹沟鸟 陶桃之意 在流水 柳伯雅大喜 啊 你真是我的知音啊 于伯雅问侨夫的姓名 得知他叫中子柒 两人大晚便屆拜为兄弟 相约明年此时再相见 谁知第二年余波牙如妻再来会见钟子妻 钟子妻却不幸去世 余波牙悲痛万分 在江边弹奏了最后一曲 便把心爱的姚琴在石头上摔了个粉碎 表示从此绝不再弹琴了 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唯一的知音 由于这个传说 人们把善于欣赏音乐者叫做知音 用它来比喻彼此非常了解的知心朋友 成语高山流水 用来形容音乐的高妙或知音的难得